六時我們又讓主主提升 這個國安 自己設計 自己應用 這個海外國安議 今年在新大陸 來去國家尊貌試驗室 我們邀請到台台阿中山 台校這些單位來做技術政策 所以我們總統 今天我們要請出路南 來主持國大陸的生日大會 讓我們看著國安國做最后一日落的 國家尊貌試驗室 去年確定要去到各鄉新大陸 目前已經開始幾月 希望可以在民國一百十四檔完工 但當時任務生也不行 主席教委海委會國家海洋研究員 邀請世間大學做技術政策 在21號生日尊貌試驗國家隊 蔡英文清新主持國家隊成立台會 要表現中央對國安國做的決心 因為台灣目前台台和新大陸 有拖行追責 海帶有空襲追責 就欠款內海森林追責到迴旋臂追責 最先尊責試驗要送到國外的試驗室 將會有機密射樓上風險 但是國外做就有問題就是時間的控制 不一定很好控制 還有實驗場地不太那個問題 還有的時候我們的設計的機密 也有資安上面的一個問題存在 所以必須要把這個技術留在台灣 國安議表示 實驗是會政策台台頂大學的尊責試驗 還有中山大學的水下載具技術 希望未來軍艦 海巡艦頂頂 可以直接在台灣就做好環境的試驗 萬祝台灣國防主主國和國座頂訴求 讓漢英變成台灣統統世界的通路 記者黨反右口正頂各鄉報道